大家好,我是封武烟 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这个Flex讲座的第二讲 那么我们这一讲,咱会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样的一些内容 第一个呢,就是会给大家介绍一些关于这个Flex Builder的这样的一个使用 以及它的一些这个注意事项 那么第二个呢,是这个给大家讲一下这个MXML这样的一种Flex里面 比较常用的一种界面布局语法 然后呢,会给大家讲一些关于这个ActingScript 3.0的一些语法基础 那么事实上这一讲,我原本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不想去讲这一讲,因为它太简单,太基础 但是后来想到还是说,听我讲座的人呢 也未必每一个人都有这个Flex这样的一个开发基础 所以为了我们的这个讲座成为一个体系 所以呢,我会还是决定给大家准备这么一讲 那么让大家呢,这个很快的速度去了解一下这个Flex里面 常用的一些工具环境和一些基础的那些语法 那么照顾的大家呢,应该都会有一些这个语言基础 所以呢,我在讲解这个过程的 这一讲的过程中间呢,那我的速度会非常的快 因为我们后面可能会大量涉及到这个MX,MIL以及ActingScript的语法 包括这个Flash Builder这样的一个使用 所以呢,这一讲会这样,讲的呢,稍微快一些 首先我们说,我们上一节课讲了 我们下载Flash Builder并且安装了之后 那么我们如果第一次打开Flash Builder的话呢,就是会是这样的一个界面 那么在Flash Builder里面呢,它有一个这个,在Flash里面有一个概念 就是叫做工作空间 当你第一次去打开Flash Builder的时候 那么它会让你去创建一个工作空间 这个工作空间你可以怎么去理解呢 其实说白了,就是一个文件夹 就是说将来会把你的项目放到你这个文件夹来 那么当你选择一个工作空间确定之后 那么就打开Flash Builder就进入了这样的一个主界面 那么在这个主界面里面呢,有这样的一些菜单 待会我们会给大家演示啊,这样一些菜单的作用 当然我们在后面给大家讲解 但是过程中间,我们会大量的用到这样菜单里面的 很多的这样的内容 比如说像这个文件里面的这些内容 我们会经常常常用的,非常常用的 简单给大家来讲一下 我们打开的是一个空的Flash Builder 那么如果我们希望通过这个Flash Builder来创建我们的应用程序的话 那么我们就应该选择新建 MX ML应用程序 那么这个就相当于是我们这个 VS里面的新建一个外部应用程序 或者说新建一个分放应用程序一样 那么然后呢,还有就是MX ML组件 那么我们可以选择新建 选择创建一个MX ML组件 这个MX ML组件相当于什么概念呢 你可以理解为相当于我们这个AV Dollars里面的 这个创建一个,创建一个这个入户之定义空战一样 入户之定义空战一样 那么也可以选择呢,创建一个MX ML模块 这个模块是更大意义上的这样一个入户之定义空战 你可以这样去理解 那么 还可以选择创建AX ML文件 AX ML类 这两者其实呢是一回事 只不过当你创建AX ML类的时候呢 他会给你,就是说都给你加一些这个类的结构 会给你自动的生成一些代码 两者都是会生成这个以后聚名为.as的这样的一个文件 然后呢,创建AX ML接口这个也是一样的 会给你创建一个.as这样的文件 那么会自动的给你生成一些这个接口的代码 创建一个CSS文件 它的后聚名就是.css 跟我们在这个web开发里面的这个几乎呢 是大同小异的 那么也可以通过这个Fly Builder创建一个测试类 那么包括我们可以创建一个FlyX项目 就是重新创建一个FlyX项目 那么还有这个像FlyX库文件 这个你可以理解为相当于我们FDollar里面的 FDollar里面的这个 什么呢,就是说像FDollar里面的这样的一个Library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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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是这个数据层呢 数据访问层呢,实体层呢 这样的一个Library 我刚才有个地方说错了 就是说我们如果新建一个项目的话 我们应该可以选择新建FlyX项目 这个就像Library我们在这个.net里面新建一个webform 或者新建一个啊 这个winform的那个项目一样 那么当我们选择新建MXML应用程序的时候 它像Library是新建一个窗体 新建一个窗体可以这样去理解啊 好,这是这样的一个主材权界面 在这里面呢,我们还需要给大家说明了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可以选择这个期换工作空间 可以打开另外另外一个这个 你之前创建的这个FlyX这样的一个项目 那么也可以关闭 可以把当前的这个项目关闭掉啊 那么让我们编译的时候呢 不会占用太多的资源 好,然后呢 这个还会有这样的一个菜单 就是数据 我们把主要的这样的一个菜单给大家展示出来 大家简单讲解一下 这个数据这样的一个菜单上面 那么用大家可以看到连接到 就是说可以看到下面啊 包括连接的ATDP啊 连接这个PGP 连接web service啊等等 那么可以利用这些菜单呢 可以快速的和我们后台的这样的框架啊 数据访问的这样的框架进行连接啊 那么而且也可以通过它图形化的生成 一些界面 可以更加快速的啊 快速的那个来进行和后台的这样的一个通讯啊 那么这个是Flash Builder 4里面的一个新的特性啊 如果以前的话我们都需要手写 现在通过这些东西呢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啊 这种界面这种方式啊 导航的这种方式 快速的生成一种和后台啊 数据库的一种绑定的这样的一种应用 那么这个呢 我们在讲到第三部分 就是数据片的时候 还会给大家讲到这一块的内容啊 工具条 这个工具条里面的内容是我们经常用到的 比如说像这个下面可以选择新件啊 这个保存打印啊 这个点击这一个绿色的按钮 箭头啊 它就是运行了 那么点击这个这个小虫子 它就是也是运行 它不过呢 在调试状态下啊 可以进行断点啊 可以进行断点 那么还有像啊 这个跳转到注释啊 跳转到定位这些东西 那么可以快速的在在我们的代码里面进行定位啊 查找 这个呢 我们后面讲到会会再给大家讲 那么包括这里呢 还有一些试图啊 还有一些试图 我们呢可以通过这个快捷工具人啊 快速的切换我们的试图 那么在Flash Builder里面 它有这样的一些试图 第一个就是包资源管理器啊 包资源管理器 那么利用这样的一个包资源管理器 我们可以快速的查看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代码的结构啊 代码的结构 大家看就像这一个 我们当前的这个项目 叫做FOB4啊 杠泰斯的代码 然后这个项目下面有个SRC 这个SRC实际上就是一个我们的原码 我们的原代码文件会在这里面啊 这项当于是一个窗体界面文件啊 那么 Flex 4.0啊 这个是他使用的这个Flex的那个内裤啊 这样的那个内裤 Bin Debug就是说我们生成的代码最终发布的时候啊 他会发布的是这个Bin Debug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啊 Atml Template 这个这个模板 根据这个模板来生成这个里面的Atml代码啊 这个是就是说我们给他叫做包资源管理器啊 我们会通过叫那个包资源管理器可以快速的来查看管理我们这个Flex工程里面的那个文件啊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大高窗口大高窗口啊 那么通过这样一个大高窗口我们可以快速的来对我们的界面来进行设计 或者说来了解我们界面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啊 比如说当前就是一个Application这是一个最外层的一个容器 那么在当前这个容器上面那么我们呢有这个一个Button啊 一个一个Nabelle啊 一个TaxInput啊 还有那Scrif标签可以通过点击它进行快速的定位啊 这是大高窗口 那么还有问题窗口 问题窗口就是说Debug这样一个窗口 那么如果我们出现问题 比如说编译的时候出错了 那么在问题窗口下面就可以就可以快速的浏览到啊 这个问题所在包括警告包括错误双击 它会跳转到出错的这样一个地方啊 包括你运行的时候 它也会谈出有这样的有这样的一个提示 如果你的这个就是说圆码里面存在错误的话 它会存在这样的一个提示啊 这是问题窗口 那么我们的主界面的这种窗口 上节可以给大家演示到了 对吧 这个里面这是代码窗口啊 这个是界面的设计窗口 我们可以通过拖拽子的方式啊 像VS一样快速的进行我们的界面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啊 这样的设计 那么它还有一个属性和外观窗口啊 那么这个属性窗口就好像我们VS里面的那个属性窗口一样啊 空间的属性窗口 可以通过这个属性窗口快速的对我们的空间的属性进行设置啊 那么这个外观窗口呢 可以通过这个外观窗口快速的对我们的空间的这样的一个外观来进行定制 比如说出体呀鞋体呀背景啊边框啊宽度啊高度啊定位啊等等都可以通过这个外观窗口来进行设置啊 那么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用的非常多的一个窗口呢就叫做主件窗口啊主件窗口 所以这个里面就是我们常用到的flex里面的一些主件会列在这里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拖拽这种方式快速的来指建我们的窗体界面 那么这个里面的主件呢啊那么我们会在这个主要的会在第二章的时候啊会详细的就是说呃会详细的给大家讲到这些常用的一些主件啊常用的一些主件 那么还有包括是一个状态窗口啊 状态窗口那么这个状态窗口呢 他呃就说相当于是因为呃那以我们点耐特为例啊 啊我们无论是做WinFarm也好还是做这个WebFarm也好那么我们都不可能有一个界面对吧 WinFarm里面有多个窗体啊WebFarm里面他有多个啊Web窗体也就是说我们的网页啊多个网页之间进行切换啊 我们是在WinFarm里分别通过form啊和这个APX页面来进行切换的 那么在这个flex里面他就是如何去切换我们的在那个不同的窗体之间的在那个界面的啊过渡和切换的呢啊 其实他主要利用的是状态窗体啊做的是状态窗体 那么flex4里面已经对这个状态窗体就是说做了一个很大的改变让我们使用起来更加的方便啊 那么这个这样呢也是我们一个重点给大家呢在后面的讲座里面呢进行讲解这个地方大家知道一下就可以了啊 就是说这个里面会有这样的一些试图对我们来讲非常的常见啊 包括像状态窗体试图组件窗体试图属性外弯窗口试图 还有像主窗体设计窗口试图问题窗口大窗窗口包资源管理器等等啊 这里面大家呢都先熟悉一下好我们可以带大家来看一下这是我的一个flex builder啊 flex builder打开了这样一个界面我在里面写了一些代码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就是包资源管理器啊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包资源管理器啊快速的呢可以进行这个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定位啊 我们代码文件的这样的一个定位包括我们的as文件包括我们的代码文件可以进行快速的定位 那么这是我们的大高窗口啊 通过这样的一个大高窗口呢也可以快速的对我们的代码进行定位 比如说定位的scribe窗口定位的button啊 快速的点击进行定位也可以快速的查看我们这个这个这个窗体里面 那么有哪样的一些啊对空间对象啊可以快速的进行定位啊 这是我们的原代码区域这是我们的设计窗体的区域 那么我们可以选择啊当我们切换了这个设计窗体的时候 那么这边他就会自动切换到这样的一个组件啊组件的那个界面啊 我们可以通过拖拽的方式来快速的啊设计我们的界面 那么这边同时也就会出现属性和外观啊 点击这个button啊 那么可以为他呢啊设置一些属性啊包括这个外观 包括外观的设计 然后这边上就是状态就是我们的状态 因为因为目前我们默认的没有状态 默认的时候都是这一个状态啊 如果你可以基右键新键多个状态 那么他就可以在多个状态之间进行切换啊 这边是我们的试图啊 是我们的试图调试状态的试图 还有运行状态的试图 试图 那么如果你点击这个啊 debug模式的话 那么他就会进入这个debug这种状态的试图啊 这种状态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在这种状态下面我们可以快速的来查看我们的代码里面的一些变量和一些把试 大家看下他就他就会变成那种这个调试状态的试图 大家可以看到他就变为调试状态这种试图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在这个代码里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下断点啊 下断点 机右键 切换断点啊 然后呢 就可以进行这种断点调试啊 就可以进行断点调试 那么在这边可以坚持一些表达式的这样的一个值 那比如说我点击这个按钮 那这个地方就会就会断下来 就会断下来啊 那么我们可以呢 通过这个F5单步跳入 F6单步跳入这个跳过啊 这种方式来进行调试啊 这个我们后面会经常用的啊 进行调试 我们也可以这个监控啊 某一个这个变量 或者说某一个对象的 它的相关的一些值的这样的定义啊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 比如说这个event 还有raise啊 都可以很容易的进行这样的一个查看啊 那么如果我们想进去 想想这个积蓄进行一下 就可以直接点这个这个箭头 或者说按F8啊 如果我们想结束 就可以点击这个 红色的这样的一个按钮 或者说Ctrl加F2啊 那么我们结束之后 我们想切换回原来的这个试图 那么我们可以点击这个界面啊 点击这个按钮来切换 这是他的让那个几个试图啊 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那么另外一个需要给大家介绍的什么呢 就是说假如说我们这个FlashBuild的啊 假如说我这个Flash啊 就是说我我这个项目关闭了啊 我现在把这个项目关闭啊 那么而且呢 那我把它移除了 删除了 大家注意这个删除 只是说在这个管理器里面 就是不对来进行管理 并不是说把它真正从硬盘里面去删除 如果你想真正从硬盘里面 要把这个文件删除 那你可以选择这一项 一般我们不建议大家选择这一项 不删除内容 是 好 这个里面没有东西了 那你如何打开你的项目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我们刚才的那个项目事实上呢 是在这个里面啊 就这就是我们的项目 就是说啊 哈喽 Flex哈喽 Flex在这个里面 那么我们怎么打开这样的一个项目呢 通过这样的一个打开啊 啊 大家看这个图标是这样的一种图标啊 这个不可识别的这种方式啊 我们教大家打开这个FlexBuild的这个项目的几种方式 那么第一种就是说通过导入这种方式 如果大家对加法比较熟悉的话呢 这种方式应该还是比较了解的啊 就是说我们可以选择现有项目找图标空间 然后找到我们这个项目的路径 实际上这个找什么呢 实际上就是在找这个啊 找这个project这个文件啊 这个文件所在的目录 那么我们这里啊 我们这里就是这个啊 哈的Flex 好 找到这个路径确定啊 它就导入进来了 然后完成啊 就可以把它导入进来 这是一种方式啊 这是一种方式 那么另外一种方式呢 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导入多个项目啊 导入多个项目到我们的这个 就是说这个包资源管理器里面来 我们还可以去右键 导入 啊 限入项目到工作空间 比如说我们再选择一个啊 我们再选择一个 嗯 我再找一个啊 比如说temp demo吧 然后确定啊 然后完成 到这个这个好像版本有问题 啊 没关系 它也导进来了 也导进来了 啊 大家可以看到 这样通过这种方式就可以把这个Flex项目导入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说Flex Builder里面来 那这两个项目如果我们就是说嗯 只需要对某一个项目进行操作另外一个项目我们就建议大家可以机右键把它关闭掉啊关闭掉 那么如果你不想在这里面显示你也可以机右键把它删除 但是这个删除它并不是真正的从一盘删除啊 那么除了这种方式之外啊 那么我们呢还可以就是说假如说这个项目做完了我想把它移植到另外一台机器里面去 那么我们也可以选择机右键啊 选择一个是就是说可以把这个项目拷费过去啊 直接把这个项目文件拷费过去 然后在另外一个Flex Builder里面机右键导入啊 选择现有项目这种方式 跟我们刚才演示的一样还有一个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规档文件这种方式 也就是说我们把它导具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是一个压缩文件 可以怎么做呢可以机右键啊 选择这个导入啊选择啊不是选择导出 然后这个里面可以选择个规档文件然后下一步 然后他就会让你选择一个目录 我在这里实际上已经做好了一个就是万点VIP 大家可以看啊就是这个 然后看上去实际上就是一个就是一个压缩文件啊 刚才 哎是不是已经删掉了 哦不好意思我可能是已经删掉了 啊我们可以再导一次导出一次 归档文件啊我们选择桌面 可以选择VIP这种方式也可以选择呢 他给你这种方式 把它进行归档 完成 啊这个过程稍微有点慢我们耐心等一下 啊我们现在这个导出这个归档文件完毕 那么我们把它导出到一个叫做万点VIP的那个压缩文件里面了 啊那么你就可以把它考回家考到另外一台机器的机器上 然后呢打在另外一台机上打开你的Fly Builder啊 啊那么呢我们来模拟一下 把这些呢都删除 这个也删除 最后我们先关闭 先关闭的删除 快一点 好就删除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选择导入 然后选择归档文件 这种方式找到 这个文件 啊那么然后选择导入 导到你哪一个文件下面啊 比如说啊我们这里选择 叫导入的文件夹 这是我们当前这种文件夹的目录 好大家注意啊这地方有个问题 就是说你导入归档文件的时候 大家看这地方报了一个错误 啊就是不能导入任没有任何以打开项目的工作空间 他要求你事先啊 要求你事先创建一个空的项目 然后呢并且打开这那个项目的空间 他才能进行导入啊 好我们这里可以选择新建一个 比如说新建一个 这样啊 啊比如说就有个 那我们都这个选择末尔的 选择末尔的空间啊下一步 然后完成 好那然后我们就可以在这个空间上面啊选择导入 归档文件然后选择这个文件啊选择 我们重做一下必须选择这个项目然后记右键 选择导入啊然后找到归档文件 然后找到这个文件比如说万啊导入到哪样的一个 这个这个文件夹下面啊那么你可以新建文件夹然后呢选择这个文件夹啊我们这边就选择 来flex然后完成啊覆盖线的自然而不警告完成啊那么他就在做这个导入了这样的一个操作 这个就不等了这个时间上会稍微有点长啊这个大致就这样的一个过程啊就是说这是这种方式可以通过这个啊 归档文件的这样那个导入这种方式来打开我们的或者说来移植啊导入导入这种方式来移植我们的 flex 项目这是第二种方式那么还有第三种方式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文件里面的有一个切换啊工作空间啊这种方式来这个进行这个 flex 项目这样的不同的切换这个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了啊好那么关于flex的这样的一个 flex builder这样的一个工作环境啊我们大致的就给大家介绍这么多那么后面呢我们还会详细的给大家讲到这个里面的一些啊工具栏菜单栏的一些应用啊那么我们呢啊后面还会再给大家继续 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给大家看另外一个详细点就是mxml mxml这种语言我们可以把它认为是flex的一个界面组件布局语言啊我们可以利用这种语言的话来快速的布局我们的这个flex让那个就是它的这个界面啊 好那么怎样去理解它呢我们可以把它对照着我们的.net啊 对照着我们的.net可以大家可以很快的去了解它的这样那个作用 那么mxl就相当于我们.net里面的这样那个空件一样比如说我们在这个.net里面啊大家应该都用过啊 这个你拖上去一个空件比方拖上去一个button那么如果你打开圆码你可以看到它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这个这个button的这样的一个呃组织的形式就是azp冒号button对吧然后后面有一些属性啊那么这个mxml啊其实也是类似于这样子啊它也是通过组件这种方法拖上去之后啊那么它这个就会以xml这种方式啊 来来来显示的我们界面上的一种一种语言我们可以把它叫做组件布局语言就相当于我们.net里面的这个空件一样啊 那么实际上我们知道当然这个后面我们也会讲到mxml和这个eckin security这个之间的关系啊 实际上通过.net这个经验可以告诉我们那么我们可以猜测啊像这个.net里面我们放上去一个button 其实我们知道这个button它其实就是我们这个一个服务端的这样的一个空件的一个类 对吧是button这个类的一个实例只不过我们借助这个ab.net的这样那个就是说呃这样那个vs这样的开发工具可以让这个过程变得更简单 就是说我们拖上去一个azp冒号button还相当于就创建了这样那个button类的实例包括它的这个大小包括它的文字啊包括它的这样的一个布局啊它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说xy轴的这样的一个大小那么我们通过拖拽这种方式就可以很方便的对它进行布局 那么mxml也是一样它实际上就是一个action script这样的一个类啊这样的一个类的实例 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mxml这种语言它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特点 嗯让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mxml mxml它是基于xml的所以说它的语法要求呢是非常严格啊它比mxml甚至于都要严格 我们可以呢把这个mxml看作普通的xml文件啊我们可以用任何的其他文本编译器来编写这个mxml啊 只要符合它的要求和规范就可以了 这话下面上有个例子大家看这实际上就是一个xml文件对吧 这是它的它的头部标签然后后面就是个mxapplication啊application 然后呢它以另外一个结束的这样的一个闭合标签啊来表明这是一个application 这个那个容器这个容器啊这个与xml不同的是mxml 借助这个xml的这个规范使它拥有更强的结构啊更少的语法歧义啊所以说它更加严格啊另外呢这个mxml还引入了更丰富的标签集 比如说像DataGradeTreeTableLivigateAccounting和Manual等等啊使我们创建我们的这个flex这样的一个丰富的界面呢啊做起来更加的方便啊更加的方便啊 那么可以讲这个mxml和和itml应该讲完全是两码式了啊因为实际上我们知道xml我们刚才说的它相当于就相当于是个application 这个类的实例啊因为我们如果不通过mxml这种语言来创建我们的界面的话 实际上我们也可以完全通过纯粹的写iconscribe来完成但是这个过程就会变得很繁琐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就是说如果你在app.net里面你不通过这个任务制定这个这个服务单控制去做的去做界面的话 你如果全部通过后台代码去写的话事实上也可以但是大家可以想象到这个过程会变得非常的繁琐 你的工作的效率就会大大下降mxml也是它的出现也是主要的是是是是这样的一个目的就是说简化或者说加快 我们开发的那个速度 那么mxml它征询的是xml的标准所以说对xml应该征询的东西那么mxml也应该征询那么后面我们会详细的会讲到mxml有哪些注意事项啊 嗯那么它是一种xml语言所以呢每一个mxml文件都应该是一个xml声明开始啊声明开始那么这个这是它的编码代表是UTF-8啊那么和其他xml语言一样啊mx包含元素标签属性以及大小写的这个敏感啊那么标签名称但这个里面有一些注意事项什么 就是说标签名称必须是以大写字幕开头啊大小写混合必须有对应的结束标签比如像下面这个例子啊那这个标签它的名称是大大写的那么它必须有B和标签这是这个mxml这种语言的要求同时也是xml这种语言的要求啊那么这个过程我们也可以简写为这样的一种方式这个这两种方式呢这个其实都是含义都是一样的 那么属性它要求是以小写字幕开始也就是说它前面的标签要求以大写字幕开头属性一般要求以小写字幕啊开始那么这里面的命名规范我们建议大家呢使用这个啊加瓦的这种命名方法啊就是说脱风命名法也就是说啊像手字幕小写 那么分割字幕的这个地方两个单词分割的这个地方的字幕大系啊那么除了像这个click还有这个磋子化这样的一些类的实践属性外那么其他属性呢都会被这个编译器作为文本字幕权处理啊如果需要绑定数据的话啊或者说需要强迫编译器来执行表达式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呢以这种语法来进行啊其实像正当于以这种方式把我们的这个access trip和我们的mx mxml这两种语言的结合起来使用就通过这种绑定这种方式那么这个我们在后面还会详细给大家讲到啊这个地方我们只是呃就是说带大家先大致的了解一下啊了解一下那么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文件的结构啊所有的mxml这种语言的话特别是他的一个就是说呃像像这一个啊这个就是一个application这样的一个容器我们创建一个这个mxml 应用程序那么他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容器那么这个容器里面前面有一个声明啊这个这个叫做命名空间啊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声明这个命名空间的话可以让用户在这个单个文道里面就在这一个文道里面可以使用这个多重xml语言从而避免了这个啊混淆啊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像这个里面啊这个命名空间的话 啊他实际上就指定的实质上就是我们的这个啊安装flex时候他的这个sdk里面所对应的一个配置文件通过那个配置文件可以定位啊也就是说哪些这个空间啊哪些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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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件那么可以使用在我们的这个界面上他实际上是这样的啊所以这个里面要求就是就是指名的是mxml这个这个这个空间可以使用在这个界面上 那么像我们啊在这个flex在这个flex4.0里面那么我们当我们创建一个默认的这样的一个啊flex进行程序的时候那么他这个opticon里面这个命名空间就有这么几种mx啊s还有这个fx那么实际上这主要出现这么多命名空间的目的主要就是兼容以前版本的啊那么像这个嗯像这个4.0里面我们推荐大家使用的是这个s 开头的这样那个命名空间那也就是在4.0里面比较使用的这个spaq这种形式的组件那么在这个为了兼容以前3.0以及3.0以前的版本那么仍然容许在我们的这个呃这个容器里面使用mx这个组件啊这个就是说这个命名空间的含义啊这个大家千万不要给它删掉如果你把这个删掉了那么在这里面你就只能使用mx打头的这样的组件那么如果你把这个删掉了啊那么也就是说意味着你这个文道里面就不能 只能使用mx打头的组件所以大家这个地方呢一定要搞清楚一般情况下不建议大家去改变它 嗯嗯好那么我们也可以在这个mx里面去写这个ifin4.0语法那么如果我们要想在我们的mxm2文件里面去写这个ifin4.0语法的话他必须要写在这个mx这个script上那个配合对里面啊这个大家需要注意就是说啊这个在这个flex4.0里面啊我们不能写在mx这个里面他会只能报他会报错他会要求你写这个语法他会要求你写这个语法他会要求你写 写在这个flex4.0的这个flex4.0的这个标签对里面啊大家注意啊这个里面比如说我要写这个啊 ekin4.0语法了交文了那我不想把它单独放到一个ekin4.0语法文件里面啊那么你就可以在这里面写那如果你写mxscript的话啊这个地方他是就是说啊他他是会报错的你看他会自动你把你改成这个fx的如果你是m的话啊那这个是不行的这个保存的话他这个 就会出现一个错误他会提示你啊无法将这个mxscript解析为俱见之间啊他只支持这个fx就是说在这个flex4.0里面大家注意啊 只能是flex啊只能是fx打通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就可以写我们的ekinscript这样一个语法啊具体的ekinscript语法后面我们再给他讲啊 那么我们呃刚才也讲了这个mx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这个xml规范的标签语言在flex中的利用mx标签来定义政府接口和基本组件比如说常用的叫gred的data grade的空件 label空件还有button我们习惯啊在这个嗯我们像像这个delete语言里面我们习惯叫做空件啊那么在这个flex里面我们一般习惯把它们叫做组件啊我们叫做组件 我们就是说可以利用mxml这个语言来定义一些界面可视化的这样的一些组件 那么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用mxml这个语言来定义一些不可视化的一些啊对象比如说像呃 数据服务员保定的这个这个封装啊那么还有像这个呃像一些动态的效果效果类等等 那么他都是属于这个不可视化的这样一个组件啊那么我们也可以用mxml这个语言来进行描述 啊我们可以用mxml这个语言可以做什么啊简单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我不我不会具体给大家写代码 因为后面我们大量的会用到mxml这个语言到那个时候我们想给大家讲啊我们可以用mx的语言去做我们丰富多彩的这样的一个界面 大家看可以创建我们自己的这种界面啊我们也可以用mx的语言来创建自己的组件啊创建自己的组件啊 我们可以用mx的语言来绑定我们的数据啊来和后台有数据进行绑定 那么我们可以利用mx的语言来 引入样式表啊引入样式表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个mx的语言来做各种各样的特效各种各样的特效也可以进行数据的这样一个存储和验证啊 这都是mx的语言是能够做到的 那么很多那些功能我们讲通过 Icon Secure也能完成但是呢通过这个mx这种语言的话呢他做起来更加的方便而且更加的高效 啊 呃 那么我们给大家讲一个这个比较有用的地方就是说利用mx在ml设定这个url这个我们会非常的啊经常的用到 那么你比如说我们要在我们的这个flex4点里面里面去引入我们的css 当然这个我们也会讲到这个地方就设计了一个设计到一个路径的问题啊 那么你可以使用绝对路径 如果你使用绝对路径的话这个地方就要这样写啊 时代sauce等于用一个绝对路径 哎这个啊这个就是说像这是可以列入这个绝对路径啊 就是网络的那个绝对路径啊 这样这样的方式引用 那么也可以通过动态路径啊动态路径 那么这个动态路径大家看就这样那个关键啊 在那个函数这个content route啊 那么这个他会自动检查你这个当前flex运行的那个根目录 然后根据你的文件夹然后找到你这个收集引用的文件啊 这个地方就是一个web service 啊 那么也可以使用这个绝对路径啊 这个我们叫做编译式的路径就是斜钢代表从根接点开始去找这个路径 比如说我们引入这个啊 对这个as的那个引用 那么当然我们也可以引用效能路径就两点一些杠子的方式 这种方式他应该也熟悉的在我们web开发里面对吧 也应该非常熟悉这种方式 那么他这个就指的是从当前根目录开始 就是说以这个mxml这个这个文件作为一个标准啊 那么去对应的去搜索他要引用的那个文件 所以这个叫做相对路径 所以大家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在mxml这种语言里面 当我们对UR有引用的时候 那么他可以是多种多样的这样的引用 但是大家要明白啊 每一种引用对应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路径啊 你一定要设定正确 那么还有一些这个编译的标签啊 那这些编译的标签也是mxml这种语言里面经常使用到的 我们后面也会给大家讲到的 先带大家来看一下啊 下面的自主标签呢 他不直接与爱情生物对象和属性有对应关系 我们通常把这样的标签呢叫做编译标签 这些标签呢在mxml中均用来进行和数据打交道的一些不可怕的设计里面 比如说mxbonding啊 他就用来绑定这个标签的绑定我们的数据到某一个标签里面 mxcomponent我们的组件 我们可以创建一个自己的组件啊 mxmelta原数据标签 mxmodel模式标签可以在里面定义我的数据模型啊 然后还有mxscribe就是这个嵌入这个eckinscribe的代码 在里面写xscribe代码 mxscribe就是在里面可以引入样式表 mxxml啊 这个代表他里面产生的是xml对象啊 mxlist他代表里面产生的是一个啊 这个就是说其实实际上也是一个啊 xml也是个xml对象 然后xmloperator啊 这个主要是在这个web service里面 我们定义web service的这个参数的时候 常常用到这样的一个可以用到这样的一个呃表签 mxrequest啊 这个也是常常用在web service里面的 这个我们讲的web service的时候啊 再给大家具体讲 mxmaster啊 这是当我们使用这个rem这种方式 对后台数据进行访问的时候 会用到这个标签 那这个我们也会在后面讲到 还有mxargument啊 argument 这个就是说我们不单单可以用mxl这种语言 进行可视化界面的设计 那么也常常会用他来进行一些非可视化啊 组件的这个设计 好 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mxml这种标签的这个一些规则 一些注意事项啊 mxml这种标签要求具备以下的那个语法要求啊 第一个就是说不是所有的标签都要求有ID属性 你说可以没有ID属性啊 第二个就是说所有的根标签都不能有ID属性 这个是这个是说的很清楚了 就是根标签啊 不能容许有ID属性 第三个就是布尔 如果是布尔的属性的话 只能是触合法是两个字啊 不能是其他的字 但要注意大小写啊 那么第四个 mxbunding要求有sauce和discription在那个属性啊 就是把谁绑定到哪个地方去 谁都有个语言有个目标啊 然后mxbunding标签不能有ID属性啊 是需要注意的 mxwebservice标签要求啊 wsdl和service其中一项 就是说两者呢啊 就是说必须有一个 但是不能容许一起出现 mxremotingobject标签要求sauce和内容的系统一项 但是呢不容许这样的一些出现啊 这个呢啊 包括这三个啊 mxwebservice remoteobject的iattp service啊 这些东西都是根据这个数据库啊 跟我们后台的数据打交道的 这个我们呢会详细给大家讲啊 在后面会详细给大家讲 这个是他就有一些注意事项 现在这里列出来啊 包括mxoperation啊 mxoperation标签不能有ID属性啊 mxmaster标签啊 以及这些东西呢都是需要注意的 那么我们这里先 呃 给大家列出来 那么当我们讲到啊 具体讲到这个第三部分的时候 啊 那么我们还会再一次给大家讲到这些东西 好 那么最后呢 我们来给大家总结一下这个使用mxml 这种语言的这样的一个好处啊 使用mxml这种语言最大的好处 他就是方便我们的布局和定位啊 那么 Adobe公司给我们提供了一个 flashbuilder这样的一个工具啊 那么通过这个工具来编写这个mxml 这种语言就变得非常的方便啊 那么也可以通过这种工具 通过脱卷这种方式 他就会自动的给我们产生啊 这种mxml这种语言啊 这个代码 所以更加方便我们的布局啊 比如说在一个发布容器里面 你欠套欠套一个发布容器 那么如果通过mxml这种语言的话呢 这种代码就可以非常容易的表现出来 因为它是针对 它是 它使用的是actimize这种方式 我们知道actimize这种语言 它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说结构化非常的严谨 对吧 而且编写起来也特别的方便 特别的方便 那么如果我们不使用 这个mx这种语言来进行编写的 我们如果使用eckin's curriculum 那么我们将会写到很多的像add child的这样的方法 而且这种方法很 比如说你必须是编写完了之后 运行起来之后 你才能看到效果啊 如果我们通过mxl这种语言的话 那么它可以所见即所得 就是我们设计什么样的 我们一运行啊 就立即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也就是说享受到了点带式里面那种快速 rad开发的这样的一种功能 这是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呢 使用mxml的第二个好处就是更容易区分 外部啊 外观部分的代码和其他部分的代码 这样的话呢 可以使代码更加清晰可读性更强啊 那么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过mxml 他就有点像当于aap.net aap.net里面的这个aapx这个页面啊 那么我们可以理解通过mx这种语言的话 他把这个界面和代码分离了啊 对吧 我们可以把我们所有的这个eckin's curriculum的这个代码 写到我们的另外一个as文件里面 mxml这种这个这个这个做界面的放在另外一个文件里面 那么两者合并在一起 他就可以实现这个很好的实现这种啊 代码和界面分离啊 那么使他的可读性以及他的可维护性都大大的加强 是吧 那么第三个啊 mxml语言的好处啊 就是说使用这个mxml后可以将定义外观风格的代码放到css文件里面 而绑定数据的时候只需要换哪堆大科号里面就可以了 更加的方便啊 更加的方便 那么我们后面会给大家讲的eckin's script 那么这个mxml和eckin's script它们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呢 啊给大家来简单的解释一下 事实上之前我们也说过 其实呢mxml就是 就是一个eckin's script类的一个实例 他的系统内部自带的这个框架类的一个实例 啊一些组件类的实例 在flex变成中 编程者使用mxml和这个eckin's script两种语言来进行flex应用编程 那么一般来说呢 mxml实现的是在mvc模式中呢像当于是will层 就是视图 视图部分 而eckin's script呢像当于是模型层啊 model部分 那么flex实际上是eckin's script类的这个库啊 这个库包含了有组件啊 组件包括有容器权控制等等管理类还有数据服务类等等啊 那么mx标签相当于是eckin's script类的属性啊 flex分解并编译mx标签为swf文件啊 比如说像这个flex中提供的eckin's script button按钮类 那么就是说你如果在用eckin's script语言写的话 那么你就要写这个button啊 vr button啊 btn等于new button这种方式 但是如果我们通过mxml这种语言去描述的话呢 就直接这样写就可以了 他就相当于通过这种方式定义了一个按钮这个类的实例啊 那么当定义一个mx标签呃空间标签时 它就建立起一个实例对象啊 大多数mx标签都是对应一个eckin's script类 他们使用相同的名称啊 类的名称都是呢是大写字母 所以说每个这个mx标签的这个 嗯它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说标签的名称都是大写的 因为实际上它就对应的是一个类 但它的属性啊 它的属性都是小写的 那么他们以外对应的是这个这个对象的属性 以及它的这个啊 事件它的事件 那么我们比较这个mxml和这个eckin's script 我们讲这个mxml这个语言的啊 它的最大的优点就在于它的异于不及 布局和这个表现非常的方便啊 表现非常的方便 那么mx包含了所有的可视化的这个界面 但是但是呢 它的这个表现动态 数据处理以及这个逻辑控制方面呢 会受到很多的限制啊 这就不是它的强项了 所以说我们说这样的一些逻辑层 我们一般建议大家写在这个eckin's script里面 那么这个界面的展示层一般情况下啊 包括外观 我们都建议大家用mxml去进行编写啊 这样的话两者结合 那么就可以做出一些更复杂的这样的一些应用啊 所以说两者不能讲哪个好哪个坏 应该讲更多的是一种啊 mvc里面的一种视图和模型之间的这样的关系啊 好时间的关系呢 那我们今天呢先给大家呢介绍到这里 那么在下一章的时候呢 我们将会详细的给大家讲到这个eckin's script中的语法 那么以及它的这个变相对象的一些特征 好 那今天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